男人来到了一家奇怪的古玩店 里面竟是些怪异的东西 店主不停擦拭那些古怪的面具 老白来这里想寻找生日礼物 因为妻子想学钢琴却毫无天赋 所以他才想买一架自动弹奏的钢琴 店主想起确实有这么个东西 他埋怨老白占用他不少时间 随即店主掀开白布 钢琴上同样有着怪异的图案 拉下拉杆乐谱转动起来 钢琴开始自动弹奏 突然店主化牢地问起小美的事 得知老白能娶到这么年轻的妻子 一定是一位非常有人格魅力的绅士 老白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 店主却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原本厌世的他变得富有情感 店主决定原价250美元的钢琴 优惠50美元 老白疑惑音乐的感染力这么大吗 音乐声停止店主瞬间恢复冷漠的脸 随即让他赶紧付钱滚蛋 猛逼的老白没想那么多 只觉得店主过于古怪 他回到家中时 钢琴已经被送过来 老白露出满意的表情 面谈的管家已经清理过钢琴 老白提醒管家 应该多点笑容 不要整天像死了人一样悲伤 管家板着脸 接受了老白的提议 小美走过来 欢迎丈夫回家 老白提说要辞掉管家 至少应该请个欢快一点的仆人 但小美觉得 当面说这种话太伤人了 老白毫不在意管家的想法 他指了只生日礼物 显然小美很喜欢这台钢琴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用 老白记得 小美想学钢琴 就买了台能自动弹奏的 他得意地说道 直到老白反复提醒小美 他才勉强感谢丈夫送的生日礼物 老白播放起一首欢快的音乐 管家居然露出异常开心的笑容 两人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开心 管家赞叹所有的一切 这里包吃包住 他热爱着这份工作 老白刁难的事情使他发笑 他一直都在忍着 还不至于笑出声来 老白也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 这时音乐声突然停止 管家震惊 自己在干什么 老白已经发觉钢琴不对劲 管家一脸悲伤地向他道歉 随后走了出去 两次反常的举动 让老白察觉钢琴的秘密 他弹奏的音乐 能让人露出隐藏的天性 管家音域的外表下 掩藏着阳光的那一面 作为剧评家的老白也相信 人人都有着两张脸 一张在平日里佩戴 一张则是隐藏在最深处 这时他又播放起一首音乐 现在老白想知道 小美隐藏的那张脸 是什么模样 此时小美被魔音入侵大脑 他开口怒骂老白 小美再也无法忍受这段感情 起初他还以为嫁给了一个好男人 但他却是一个残酷的魔鬼 老白不停在朋友面前 羞辱小美获取快乐 他享受着这种伤害妻子的感觉 老白问道 这是实话吗 小美猙獰地笑了起来 说出这些话 让他无比舒坦 老白只需要任由折磨的妻子 而不是爱人 他现在对老白 只有无尽的恨意 老白听完满意地关闭了音乐 小美瞬间冷静下来 老白十分欣赏妻子精彩绝伦的表演 小美还想为刚刚的事情辩解 老白怒吼闭嘴 他现在很好奇 其他人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 小美劝诫他 不要在今晚的聚会上使用 兴奋的老白摇头拒绝 能窥探人性的另一面 太过有趣 就像小美说的那样 老白属于真正残忍的魔鬼 这时 带着礼物的杰瑞感到 老白欢迎这位万人迷的到来 对这类事情避之不及的他 居然会来参加小美的生日聚会 尽管他露出一副不适合恋爱的样子 老白还是发现了端倪 他专门为杰瑞准备了这首浪漫的音乐 突然杰瑞深情地站了起来 他已经深深陷进魔音里面 原来不打算恋爱的杰瑞 其实早就心有所属 那个人便是小美 老白逐渐皱紧眉头 杰瑞回忆起和小美共度的时光 他曾经送给他一枚小小的绿宝石戒指 小美却觉得 那就是希望之星 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小美 老白文言不由地笑了 原来没有感情的木头 是把感情转移到他老婆身上了 就在杰瑞还想继续描述小美的珍贵时 小美急忙冲进来把钢琴关闭 杰瑞为刚刚的话连连道歉 小美也表示 不是有意欺骗他的 老白早已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 只是能从当事人口中了解外遇的细节 这让他觉得格外有趣 老白上前残忍地亲吻小美额头 他希望每年生日都这么值得庆祝 此时乐观的马基走了进来 他疑惑杰瑞怎么愁眉苦脸的 老白讽刺地说起杰瑞的心恋情 那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马基见杰瑞有心伤人打去道 尴尬的杰瑞笑容逐渐消失 更多客人进到里面参加聚会 他们正享受美好的欢乐时光时 老白提醒众人游戏时间到了 他挑选了一卷乐谱 让他们玩些成人游戏 老白指定马基来当这个主角 兴奋的马基迫不及待要开始 随后老白拉下摇杆 播放抒情的音乐 马基的表情瞬间一变 他幻想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马基直接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不停在音乐声中转动 除了体会过魔音的两人 众人无不捧腹大笑 这时马基已经幻想 自己飘荡在空中 变成雪花一样美丽而鲜薄 他多么希望有一位男子伸出手来 让他降落在手中被温暖包围 最后在他的爱中逐渐融化 众人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马基还在忘我的舞蹈 老白绷不住放声大笑 此时音乐戛然而止 马基当众暴露了自己的另一面 这种射死让他崩溃 显然老白并不满足于此 他取出重量级的乐谱 召唤魔鬼 由于众人已经知道钢琴的诡异 乐谱会自动识别出那个魔鬼 随后他将乐谱交给小美播放 就在老白转身调酒时 小美急忙把乐谱调换成另一卷装了上去 老白兴奋能见到魔鬼现身 众人面面相觑 谁才是魔鬼 突然老白的面目猙獰起来 气氛的马基让他赶紧说话 老白身体颤抖的害怕 杰瑞让他说出害怕的秘密 老白瞪大双眼的开口 在他心里藏着一个吓坏的小男孩 所以他才会喜欢伤害别人 老白极度马基能和所有人打好关系 而他却不能拥有这样的人际关系 杰瑞写出了非常精彩的剧本 老白却给出了很糟糕的评价 只因他觊觎杰瑞的才华 伤害最深的就是妻子小美 害怕的老白对小美的爱无法回应 所以他选择漠不关心和无理取闹 众人听不下去 纷纷离开 眼见小美也要一同离开老白怒了 暴怒的老白把一切东西抬分 他愤怒地按下关闭钢琴的按钮 随即癫狂地将乐谱撕碎 这时管家打开门看到这一幕 他并没有取笑老白现在的样子 肆意伤害窥探别人另一面的老白 自己也同样被这股魔鹰反噬 现在他的身边已经空无一人了